另外欢迎收看12月9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汝 为了促进减碳循环 并呼吁共同打造绿色永续城市 花莲县府在县府大礼堂举办净零排放 有机家职花莲县府有机讲堂 而县长协同农业处长共同参与 许县长也提到 世界银行在2020年全球碳定价现况 以及趋势发展报告中提到碳定价机制 已经成熟且主流化 推入有机友善农业除了推动低碳农业外 更能借由碳交易开创绿金新商机 接连循环表示 花莲市有机农业大县有机耕作面积全国之冠 全国四分之一农地有机认证面积位在花莲 而引出优质有机无赌农业 享誉全球幸福希望让有机成为花莲生活的部分 把花莲打造成为台湾的有机首都 深化花莲有机的健康品牌形象 让爱护环境共荣共好的精神 从花莲扩散全台湾 这个对于2050年世界要推向禁令碳牌 而我们要有做什么准备 我们要如何去因应 我想这些很多重要的观念 要一而再再而三的 跟我们所有的无论是相亲或是局处的 所有的家人们 大家一起来分享 让这个观念深刻的在我们的脑海里 另外在我们脑袋里之后 很重要的是在我们推动业务的时候 如何去推动禁令碳牌这件事情 而花莲是一个农业大县 更是一个观光大县 我们如何在我们的政策里面如何去落实 其实在整个禁令碳牌的产生碳的整个过程中 其实很多的生产链都会产生二氧化碳 那这些的碳整合起来就非常非常的可观 所以刚才在楼上已经跟陈教授 陈博士有讨论过 第一个对于畜牧业如何减碳 以及对于农业如何减碳 然而减碳固碳并不只是农业要做 其实在我们手边我们身边 每一个人要身体利息 比方说花莲县政府我们在减碳的部分 我们在推动电动机车的部分 我们在这将近花东基金开始益住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每一年1050辆的电动机车在推动 这就是一个减碳的实际的推动的政策 而这次座谈透过陈博士 让大家了解友山土地的农法 能够替农业减少大量的碳配方 国际上陆续将碳农业列为净零的重要策略 其中欧盟以绿色政纲的为基础 办出一套可验证土壤有机碳 除量的框架予以定价 提高农民的收益以及参与诱因 欧洲政府将土壤碳 会列为国家五大减碳策略之一 美国总统派与宣誓将推行再生农业 让农民成为气候危机的解放 而在国内部分农委会正在研议 农业部门碳汇价值化的方案 并且评估事犯可行性 记得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